澳大利亚这个国家,曾经有过一艘航母,也就是墨尔本号航空母舰,原本是采购自英国的航母,最后因为这艘航母闯出太多乱子,而将其退役, 于是,澳大利亚现在就陷入了没有航母的状态,但航母确实具备其他战舰都不具备的作战能力,于是,军方决定,要自家的澳大利亚去舰华山航母,也就是其排水量25000吨的堪肥拉吉两栖登陆舰,据称其为了将达的F35进行作战,但中国军迷们却说它不足为惧,这是为什么呢? 先来看看这艘舰艇的数据,这艘舰艇最大排水量达到25000吨,确实能称得上是一艘巨舰了,虽然和大型航母还是没得比,不过在其他作战舰艇当中算是大家伙了,全长230米,宽达到了32米, 从甲板上来说,确实具备了改造成轻型航母使用的能力,而其原本作为两栖攻击舰使用的时候,能搭载6架直升机,但只是正常配置,在将机库全部塞满的时候,它能搭载16架直升机,这说明它具备不小的机库空间,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垂直起降战机, 比如英国的海澳扩张美国的F-35B,而根据专家介绍,未来澳大利亚军队,要升级自己的两栖攻击舰,肯定是要给它上F-35B的,要是毕竟是一款老飞机,相比之下,能引上而且挂载更强的F-35,显然是个更好的选择,但正如我国军米所言,堪培拉就算真的上了F-35也不足为据, 原因有二,手 先F-35固然很强,这不可否认,大两栖攻击舰的机库大小,注定了它带不了多少战斗机,虽然能带,但数量绝不会超过13架,这是因为F-35相较于和折叠权益的直升机,占用空间更大,而作为对地攻击机使用的F-35,在数量过少的情况下,是发挥不出什么战斗力的, 而且这些战机也几乎不可能全部出动,母舰满身也需要战机护卫,若是再加上需要在船上进行维护加油的飞机,这个数量还会更少,若是几乎再塞两直升机,那么,搭载量还会再下降, 载机数量是一个弱点,另一个弱点就是作为一艘两栖攻击舰,它没法起降预警机,也无法用自己的雷达给F-35提供情报,所以,F-35战力,会比美军程体系作战下的更弱,自然也就不足为惧了。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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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ther Harp